過去我們也知道 陳其邁市長他對於台中夜店的大火 也都認為說市長應該要下台 那麼如今陳中成了這個大火 這個案件到底應該由誰來負責 所以陳其邁市長是不是也應該要負責下台呢 那麼這麼多的傷亡 也可以說是我們高雄史上 近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火災 甚至比氣爆案件還死亡傷亡的人數 還要來得多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整個國民黨團 昨天的心情從上到下都是非常的沉重的 那麼發生這樣的悲劇 高雄市政府應該是難辭其咎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想去年早就有高雄市的市民 還有李明還有我們的民意代表 一直不斷的向我們高雄市政府要建議 這個陳中成這棟大樓已經是圍樓了 不管是公安消安他從一樓到五樓都沒有人居住 然後七樓到十樓這次是傷亡最嚴重的樓層 那也一直不斷的呼籲我們市政府要重視 這棟大樓要做都更要做改善要做安檢 已經不斷的呼籲很多年了 可是都沒有獲得回應跟改善 我覺得現在市政府的回應呢也不是我覺得是有一點甩鍋的味道了 過去呢我們也知道陳其邁市長呢他對於台中夜店的大火啊 那也都認為說市長應該要下台 那麼如今陳中成的這個大火這個案件到底應該由誰來負責 所以陳其邁市長是不是也應該要負責下台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高雄市議會我們國民黨團在這裡強力的要求 除了要儘快的安置商王跟家屬之外 後續的究責跟類似大樓的這個檢視 都要做一個完整的像我們要做一個很清楚的報告跟說明 而且要落實不能夠再讓這樣的悲劇再繼續的發生